好,回到你了 今天有點急,因為約了飯局 所以我想這一節大概半個小時搞定 首先我想說兩件事 雖然有些八卦的事情都想說 包括保錡島 這些我們想說,不過今天沒有時間 主要先說一些大事 首先,兩件事一定要說 就是烏克蘭的情況 因為拜登剩下兩個月 首先,上個星期正正是因為 美國總統選舉大局已定 下一屆就是川普 拜登在完成任期之前 他明知道川普是會停止支援烏克蘭的 所以要加緊找數 第一,就是錢那方面 他那裡有40億的援助 另外,就是軍備上面 軍備上面,尤其是美制軍備 陸續抵達烏克蘭在今年開始 重點是要解封 最重點是,你給了他還是給他 別人受訓了,是未解封 未解封呢? 那你有都得物無所用 因為很多是長程的武器 現在最怕的,本身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你那些美制武器 如果打到俄羅斯境內 是會引起外交風波 OK 其實你說普京是傻的嗎? 正正就是 雖然 川普現在跟普京那邊 有外媒又說 這個美國媒體又說 他們兩個之間談了電話 大家有協議 就是這些 最後雖然 川普不肯認 沒有回應 普京那邊 上個星期我講 佩斯科夫也否認了 否認了大家互相有協議 又說什麼停戰 又說停戰 然後就地停戰 然後停戰20年 又換來20年 烏克蘭又不加入不約 有這樣的交易 我記得就是華盛頓郵報傳出來的 好像是 嗯 但是最後呢 俄羅斯方面 單方面 就否認了 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當然是 正正就是拜登都知道 如果我不再去支援烏克蘭的話 那下屆普京呢 不 下屆特朗普上任的時候 你只能夠看著 眼白白看著 澤連斯基就是投降 因為特朗普在選舉期間 應該這麼說 他準備選舉 甚至參加共和黨初選的時候 已經說了 烏克蘭這個地方 就是千里之外 我根本就支援不到 也不應該用美國人的錢 去做這些事情 是的 這樣 正正就是 現在美國的筆錢 和軍備到 然後呢 美國又要解封 拜登最新呢 就說了 解封完 解封完 就說 給你美製的導彈 尤其是這隻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 就是叫做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是吧 報導就是說 首先 美國解封了這隻導彈 之後呢 最新的情況呢 就是現在 烏克蘭甚至乎用了英國的暴風導彈 暴風影導彈 之前呢 就是普京警告過 你試試用吧 你用的話 我當你英國有份 或者對你美國有份 兩個小時前已經真的用了 是的 普京呢 昨天就簽了一個總統的命令 就決定就說 如果 烏克蘭不是擁核國而已 但是如果有任何的擁核國 即是 的武備 是用在烏克蘭戰場 甚至乎拿來襲擊俄羅斯的話 我就當你有份 是吧 當你有份的話 我就其實 我可以授權 俄羅斯軍方那邊 就可以用核武器 去回應 去回擊你 那他自己就可以按核按鈕了 現在最新的原則就是 說明就是 即使你是無核國家的襲擊 若果有融合國的參與 一律是為對俄羅斯的聯合攻擊 這樣就叫做 當俄羅斯受到融合國的支持的導彈襲擊的時候 你現在用暴風影 又用美國的陸軍導彈 那我就當你英美烏聯軍 對俄羅斯襲擊 但其實是說真的 當然 首先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你找外國支持你之前 你是不是先找北韓 你只是找北韓參戰 有北韓軍參戰 金正恩成立了十萬大軍 真的有 你做初一 你不要介意我做十五 即是這樣說 你現在G7國家 至少是英美國家來算 他們人命就很矜貴 他們就不會 像北韓軍那樣上戰場 和你隻手 不會的 他有的只是沒有給你 有的話 如果他上來的話 那就明正言順 即是說他有份參戰 大問題是 北韓軍仍然是駐紮在庫斯克 不過 就在傳 俄軍和 這班僱傭兵 已經決定用斯海戰術 那中間有沒有 那些北韓軍 偽裝成為僱傭兵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不認 你認不到的 因為那些俄軍 其實俄羅斯軍隊 也都有很多少數民族 尤其是那些什麼 即是中亞 中亞區域那些 遠東 他有一些蒙古後裔的樣子 那些石伯族 那些是蒙古人 其實你和華人差不多 反正你和遠東 你和北韓接壤 你怎麼分 他們是俄國人 我說是 你會聽北韓文嗎 但其實交通到 還有一些韓裔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你用外國勢力幫忙 你又不要掛人家 用外國勢力幫忙 你可以出貓的時候 我不可以找人出貓 只不過我後面拳頭大一點 對不對 那你現在爬底 其實呢 首先 就正正就是普京知道 拜登解禁 錢解禁 沒有被解禁 所以就想先發制人 過去這個星期 就加緊對這個 烏克蘭空襲 尤其是無人機空襲 那你正正就是烏克蘭 受壓 你叫救命 叫天不應的時候 才批准 拜登 是有足夠的理由支持他 其實這就是普京自己拿來的 但是 你又想先發制人 別人的先發制人 所以就自己穿署了一個總統法令 就是拋浪頭法令 就是拋浪頭 不是第一次的 你以往 其實這兩年裡面 不斷拋浪頭 其中一次 大家都以為是真的 就是我宣布了 我佔烏區 這個佔烏區 新的 有四個 烏克蘭的領土 他們公圖頭 他們公圖頭 之後 我宣布了 烏東 遁列茨克 老金斯克 馬里烏波爾 那些地方 尤其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港口城市 叫什麼名字 最後拿回來 這些地方 我宣布了 在俄羅斯之後 你再敢打過來 你敢打過來 我就當你打俄羅斯領土 我就抽你 我就核攻擊你 試過了 最後是怎樣 你每次都在說最後通諜的時候 人家都要當你無料到 美國都高度戒備 美國都關閉了 在基庫的領事館 那你現在真的會控制 主要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普京正是那些底線思維 跟習近平一樣 正是我在你做事之前 我就首先 我就先發制人 但是正正就是你的先發制人 又刺激到 令到普京 令到烏克蘭 他可以明正言順地說 我自己是受害者 他才有理由 去求援烏拜登 所以拜登就解禁了 就讓你用我的導彈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 經常都以為 底線思維 首先 我自己 不言之不語 反而是刺激對方 是更加激進的 這個叫做奸有奸輸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 就是你最後 自取其辱 其實就是 原本 烏克蘭的攻擊範圍 最多就是 庫爾斯克 現在可以用到300公里之後 就可以再進一步 再遠一點 可以打遠一點 就是這樣 遠程導彈可以飛得更加遠 再進一步 就是莫斯科 其實去到這樣的時候 美國 尤其是拜登的政府 可以控制烏克蘭的能力 會不會威脅到莫斯科 普京都要做最壞打算 因為就算是 中國的兵法智慧都說 這個叫做 就是 這個 將在外 軍令有所不受 這個是誰說的 你看三國演義 經常被聽到 中國演義 就是打仗的人 千里之外 你在總統府裏面所說的話 我是 人家在打仗 在前線的 拼命的 就算是 就算是將軍說話 我都可以不理你 他主要就是回應 是不是皇帝說話 可以不理他 所以 那時候有些人說 支持惡妃 惡妃 其實是 不用你去十二度金牌嗎 其實是 我贏著 我贏著 我折折領先的時候 我洗什麼讓你 我自己在拼命 所以其實 戰爭挪輯 你解禁了之後 其實你就等於放狗去咬 俄羅斯 那 莫斯科 如果你看地圖 當然是未及 但是 始終會有威脅 你看到 起碼 覆蓋回 之前也有說 無人機玩到 莫斯科外圍 其實 你說 玩底線思維的時候 澤連斯基 一直都在跟你玩 這件事 現在 最新攻擊的地方 他分別是用美制導彈 和英制導彈 攻擊到 布梁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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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你看回地圖 就是在 這一個 Curse上面 這個地方 不是 左上角 不是 在左邊 在左邊 是的 布梁斯克就是這裏 由80公里 擴展到300公里 但是這個是警示式 因為 今次是沒有傷人 俄羅斯方面 自己單方面說 沒有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報告 暫時就是這樣 俄羅斯自己也說 六媒裡面 就擊中了五媒 你想示威 我不會讓你這麼有型 首先 我不會助長你威風 我說 你沒有 沒有攻擊到我 沒有什麼損傷 我當你拗痕 你這樣說 如果我說我自己很傷的話 普京說 你真是打死我的人 我就不核爆你 不行 他現在就要留下空間 我就說 留下空間 既然我之前簽了法令 如果你真的觸碰到底線 我就會核爆你 現在至少 至少 他就說 我是沒有什麼傷亡 我是沒有損傷的 只是有火頸 立時撲滅了 對嗎 嗯 姿態上 是給自己留下空間 但是 如果你看回 前 就是 你看回之前的 track record 普京 其實都是炮浪頭 至少你看到 兩天 好像多久 炸了多久 他射了多久 好像都有一段時間 二十二個小時之前 差不多一天 都沒有回應 中國昨天就是用美製導彈 今天就用英製導彈 就是暴風影導彈 喂 如果這樣的話 我打完你左邊面的時候 你右邊 左邊面 你覺得我拗痕 我打到右邊面 右邊面你又拗痕 那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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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爆你春袋了 你就等於 你叫他升級 他堅持住 尤加卡爾科夫出去俄羅斯邊境 比爾哥羅德那裡 一直在打游擊戰 大家都 都已經感覺到 其實西方已經不太在乎了 他覺得 你最緊要先頂住 Donald Trump 其實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是 在兩三天之前 就知道 拜登 就說 加速去放款 或者解禁之後 其實Donald Trump 已經說了 就說 那就等於 就是 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玩東西 拜登 罵拜登 當然 這個就是 令到他單方面的努力 就毀於一旦 因為Donald Trump 似乎就是 跟這個普京有交易 但是 正正就是拜登 如果 他自己想做些事情的話 我不甘於做閉腳鴨 你個個都以為 我做閉腳鴨 我就是不做閉腳鴨 反而 就是令到他 即時變成戰時總統的話 你交接就可能 有什麼 有變數 是不是 這個有氣體 反而是 剩下這兩個月裡面 Donald Trump上任之前 是俄污局勢 是升級的 最危險的時機 我沒有 玩大他 就看你怎麼收課 你看不起我 好 另一方面